我们这支影片的主题是对应到 波动2-3 声音的共振 好 那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共振 先讲共振 讲完共振才能知道什么是声音的共振 好 那第一个主题就是共振嘛 那物体呢 所有的物体都有它的固有频率 通常我们用F0来表示 这固有频率又称为自然频率 有时候我们会讲举一个例子 单摆 单摆它的周期是不是二排根号 G分之L 你可以知道单摆的周期 那你当然也会知道单摆的频率 所以单摆的频率你可以求出来 那这个单摆的频率就是它的固有频率 好 那讲到单摆 其实鞦韆也蛮像单摆的 所以鞦韆也可以找到它的固有频率跟自然频率 那我们现在要请你思考一个 生活中常见的这个现象就是 荡鞦韆要怎么样荡才会越荡越高 能量才会有效率的累积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 鞦韆荡到最高点 回到我们前面的时候 我们在它最高点的时候再给它推下去 然后荡过去再荡回来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再施一次力 再推下去 所以我这边第二点说到 如果外界 外界就是你 你要去推物体 物体就是鞦韆 然后呢你怎么推 你用鞦韆的固有频率 去施加劳动 就施力啦 你施力用一个鞦韆的频率去施力 好 鞦韆的频率就是鞦韆荡过去 再荡回来一次的这个周期 你就施一次力 所以你施力的周期跟鞦韆的自然的频率 也就是固有频率F0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施力的周期 等于鞦韆自己的周期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施力的话 鞦韆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呢它就可以产生大幅度的震荡 我们这时候就说 你的推力让鞦韆发生了一个现象 叫做共振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事情 从鞦韆里面把它讲到所有的物体 其实所有的物体 所有的物体 都有它自然的频率 它不一定要是鞦韆 它也可以有它的自然频率 然后外界不一定要是人 你只要去想办法去劳动这个物体 然后呢用跟物体的自然频率 差不多的频率或一样的频率 去对它施力施加劳动 那么这个物体呢就会产生大幅度的震动 能量大量的累积 这个现象我们就叫做共振 共振不会只发生在鞦韆上面 所有的物体都有机会发生共振 只要你外界施的力 或施的劳动的频率 跟它的跟这个物体的自然频率 一样或者你说几乎一样 差不多那就会共振 举例来说 高脚杯 女高音去唱破玻璃高脚杯 女高音发出了声波 如果它的频率叫F 高脚杯有一个自然频率叫做F0 如果这个F很接近F0的时候 那么这个玻璃高脚杯就会产生共振 它的能量就可以快速累积 然后产生大幅度的震动 如果这个大幅度的震动的 这个震幅超过了高脚杯 本身结构所能承载的震幅的话 那么这个高脚杯就会被震税 那我们就会说高脚杯 被女高音的声音产生了共振 然后超过了它的结构的上限 把它震税了 OK 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非常的 算是生活经验 或是至少也听过这样的事迹 事情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共振讲完了 我们来讲声音的共振 声音的共振就跟我们之前的影片讲的有关了 声音的共振就是 声音产生了空气的助波 然后发出了助波的基因 这个就叫做声音的共振 好那我们来举例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说过啊 就是有一个管子 一端封闭 一端开放 或者是两端自由也都可以 好我们来讲例子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宝特瓶 然后你对他吹气 你吹的气呢 里面是有非常多种频率 那你也知道 可以留下来的频率值 在里面产生助波 只有可以产生助波的那些频率 有F1 F2 F3 一直到FN 对不对 我这个东西应该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 应该是F3 F5 F7 总而言之呢 就是有一系列的才能 你吹气 我写一个吹 你吹F F很多种 你吹了一个波你的嘴巴是没有受过 你不是机器人 你不会吹出一个什么固定的频率的气进去 你一定是吹一个 混合的波形 各种频率都有 但是只有这个一系列的特定的 这些频率 就是能够产生助波的这些频率 才能被留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产生助波能量才能大量累积 所以你吹的气虽然不是 你不是机器人 你不会吹出固定的频率 但是能够存下来 而不会能量消耗掉的 只有这些特定的声音 这些特定的频率 我们称为基因跟泛因 那这些基因跟泛因就在 空气就在这个里面产生的助波 那这助波就在里面动 然后你外面的人就会听到 这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得到声音 就表示里面有东西在震动 那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震动呢 里面有空气的助波在震动 那空气助波的频率是什么 就是基因跟反应 那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解释过了 你会听到的只有基因 你会听到只有基因 所以你在外面的人就会听到 这有一个特定的频率 叫做F1 那如果发生了这种现象 这叫做东西里面有一些空气 所谓的东西就是 举例来说就这个宝特屏 或者是吉他的音箱 或者是小提琴的共振箱 他里面都有空气 如果你灌进去的 你吹进去的这个气 能够在这个小提琴的音箱 或者是吉他的共振箱 或者是这个就简单的一个宝特屏 里面你吹进去的 你弄进去的频率 然后弄进去的这个 我这边写说你输入的这个频率 能够让他在里面产生助波的话 那外面的人就会听到里面有嗡嗡的 嗡嗡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就会是这个宝特屏 或是这个共振箱里面 可以形成的助波的基屏 那如果发生了这个现象 我们就说声音共振了 产生了共鸣 这个声音我们又叫做共鸣音 好 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说是一般物体的共振 你只要说所有的物体都有他自然频率 外界的劳动 如果用自然频率或自然频率差一点点去劳动他 那这个物体就会产生大幅度的震动 然后这就叫做共振 那如果讲到了声音 声音的共振就是你去输入 你可以用吹的 你可以用拉小提琴的弦或波动吉他弦 反正你就是对这个 空间 不管是一个宝特屏 还是一个吉他的共鸣音箱 或小提琴的共鸣箱 反正你用劳动 用闲劳动 用吹气劳动 反正就劳动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频率进去 不一定是一个频率啦 一堆频率进去 反正最后能留下来的频率只有 满足形成基因跟泛音的频率 然后最后只会外面的人只会听到基因 那我们就 如果我们听到那个特定的声音 我们就说哎 这空气在这个 这个音箱或者是在这宝特屏里面 发生了共鸣的现象 其实就是声音产生了助波 声音在里面产生助波 就说声音共振了 然后就说这个发出来的声音叫做 共鸣音 声音共鸣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容器里面产生了空气的助波 就是声音的共振 就是声音的共鸣 好 那我之后会再安排一支 就是影片 可以更好的去介绍 所谓的共振现象 然后那这个影片我会附在 附在我的这一支影片的连结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把它附给你们